字幕志愿者 混淆 翻唱或使用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有没有觉得这个行情 好像 无后雷震雨 那昨天大跌 外资卖了300多亿 今天又大涨 所以我想 很多投資人一定會問 那今天轉為為安了嗎 化險為夷了嗎 沒事了嗎 我們來看台北股市今天漲了200盤中 盤中漲196.89點 拉尾盤今天收最高 收盤就最高196.89 台積電2330這個不用看了 那當然是拉嘛 拉尾盤嘛 2303 連電 對不起 連電開高 壓下來 2454 連發科 拉尾盤 這兩個護國神山 這兩座護國神山 一個市值11兆 一個市值超過1兆的 今天尾盤大漲 那指數又漲200點了 那重點是 如果你去追昨天漲停板的股票 說不定今天沒有漲 可能還是跌的 所以大盤真的轉為為安嗎 8月份要怎麼買才能賺錢 這個大概有跟各位做分析 好 來 我們講 台北股市 不是只有台積電跟聯發科而已 大力光就不動 對不對 他就不動 洪海今天小漲算不錯了 但是呢 除息之後 一路往下 那你有台積電的人 跟有洪海的人 一個很嗨 一個就嗨不起來 好 來 那昨天跟各位講 你要超前部署領先佈局 裕泰 當然今天很多股票都漲了 都漲了 都漲了 可是這股票跟各位講 今天 收最高 準備突破 前部高點 223.5 差一塊半 那會不會突破過高之後又壓回 我告訴你 過高一定很多人去追 過高一定很多人去追 很多股票都是這樣子 過高去追 這樣 親愛的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 其實 這個行情 基本上 我們做 我們來看 有些股票 你過高去追 舉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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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幾個量比較大的 跟各位做報告好了 好 來 找幾個量比較大的 來 這個廣民 這個量 好 漢遜 這個應該是 昨天相對強勢 如果你去追 盤中如果你去追過高的時候 往往就會出現過高給你壓回震盪 那育態在這裡準備突破 所以最重要八月份 你一定要是先上車 等人家 來幫你突破 上去 你要不要賣 隨便你 重點是你上去了 你是賺錢的 這個才重要 今天收最高 那育態今天收最高 蠻多的啦 原項鍵也收最高嘛 原項鍵也收最高嘛 一樣就是 真無限藍牙耳機的概念 那當然我們認為 玉泰在這裡 他的營收 我們看的是他缺份營收 即將公佈 那麼很有可能會再創新高 所以 當營收還沒有公佈之前 這個利多還沒有公佈之前 你可以買 等利多公佈之後 你就要小心提防 利多震盪 這3105尾文貌不是這樣子嗎 出利多 下無法說 創新高 殺到299 從359 殺到299 才短短5天的時間 差了60塊錢 這個股票 震盪幅度很大 那接下來你要注意利基了 在這裡也是準備突破 一樣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我跟各位講 一模一樣 7月份營收有機會再創新高 所以知道的人 可能在這裡開始佈局 跟這玉泰一樣嗎 整理完之後準備突破 整理完之後準備突破 當然 現在市場上的焦點 主要還是在半導體個股 除了台積電之外 聯巴科 還有很多 3661的四星KY 今天漲停板 又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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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動什麼 帶動力旺 對不對 也過高 好久沒看這一支 艾普 艾普還在這個地方整理 3443的創意 連續兩根跳空上去 所以每個股票 它的基期不一樣 那你8月份的操作 一定要記得一點 基期不要太高 那個創新高的股票 其實就類似賭吧 很多人就是賭 賭要過高 然後我就短線操作 那一過高我就賣 所以我覺得明天很簡單 這個利基準備突破 明天可能有機會就創新高 可是過高你不要再追 過高你不要追 我先跟各位講 這育態也是一樣 明天 今天收最高 這明天應該就過去了 明天就過去了 對不對 那你在這裡買 有肉 這樣懂意思嗎 不然其實有的股票 你昨天追漲停板 你今天討不到便宜 這國光生有沒有看到 我講疫苗股是重點 準掌停 有沒有 那今天呢 收最低 不是說他不好 而是因為大家都習慣了 去做隔日沖 做短線 那你尾盤 昨天去鎖 國光生的 看今天不漲 對不對 拉上去就賣掉了 壓下來 再接 那未來可能還會再上去 因為疫苗股畢竟它還是重點 還是重點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 因為有很多人對生技族群 之前套在口罩 套在防護衣 套在新藥 套在沒有賺錢的公司 沒有本益比的公司 這個機啊 之前連疊十九支跌停板的 還是套牢的 很多人還是套牢 很多人還是套牢 亞諾法今天掌停板 你看套牢的多兇 中天今天開放 對不對 勉強收上掌停板 這震盪震盪了 那你要這樣想 人家當時在 在這裡被關緊閉 在這個D檔 鎖籌碼 鎖籌碼上去 利用震盪出貨 我講白了 利用震盪出貨 中天啊 你不要以為他掌停板很強啊 他利用震盪在出貨啊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搞清楚一點 大漲過後的股票 你一定要注意 你一定要注意 那除非是真正的事 像這種有題材的 檢測事件 台康升 6589 直接鎖住 這兩根跳空掌停板 馬上就要創新高了 很強啊 今天動都不動啊 台康升 6589 檢測事件的 有沒有 我不是跟你講 檢測事件你要注意 疫苗沒有死 我再講一次 疫苗沒有死 疫苗是因為現在 它還沒有發展出來嘛 我們現在在搶瑞德西韋搶不到 對不對 昨天有人在講 說瑞德西韋搶不到貨 所以要合成一些 那個 這個 這些藥 你拿不到藥嘛 那疫苗其實我們的 因為我們的疫苗 因為樣本素太少 所以在人體實驗的過程裡面 你的樣本素過少 你也是門檻你跨不過去 所以不是代表 國光生不好 也不是代表疫苗沒有商機 那你現在去買口罩買防護衣 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如果 口罩防護衣或是 很多新藥股 你還是套住的 我跟各位講 你找一張股票來賺嘛 對不對 安吉 有沒有 我那時候跟各位講 剛剛突破準備噴出 在這裡買 尾盤先賺7.7% 38塊買 尾盤賺7.7% 今天盤上再拉高 禮拜一盤上拉高 今天再拉高 第一季賺0.17元 五月份一個月賺0.31 一個月是第一季的快兩倍 六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預估本因比不到八倍 股價只有四字頭 那很多天國一徽的信仰者 那個合一 4743 400塊的合一都敢跳下去買了 我不是說合一不好 我的意思是他已經大漲這麼多了 還有人 前撲後續的要去賭 我對於這些 你到底是買基本面 還是說 你被他們的基本面所包裝了 你已經忘記了股價 它已經大漲之後的風險了 到底是什麼 我真的是不清楚 但是你生計股你套住的 我說我來幫你補回來 我來幫你補回來 這個安吉 用200萬操作一檔 宇哥賺人帶你 這檔股票 用跳空方式過去 那這檔股票很 我今天很高興看到一個狀況就是 昨天有人尾盤得知消息之後去鎖掌停 結果一樣 今天 一開之後對不對 那個隔二衝的 劈里啪又倒下來了 結果尾盤得怎麼樣 收到相對的低一點 那你又問我說 老師啊 那收到相對的低一點 你還那麼開心幹嘛 我說 我當然開心啊 那你短線上面 還好你不是短線一直給我 嘎嘎嘎嘎 給我嘎上去啊 那這檔股票 你短線客 這個竟然你短線獲利下車砍下來 基本面我在掌握的啊 所以我覺得 押回 在這裡明天就是一個好買點嘛 我還沒有買啊 我說這檔股票我們現在預告一下 Google的供應商 美國有三家公司是他的客戶 他是華為的客戶 他是華為的客戶 他是Sony的客戶 夠了吧 那這檔股票今天押回 很正點 明天啊 中押 就這麼簡單 你生技股有套助的 我跟各位講 生技股有的股票上來 請你必須自己 建好就收 不要貿然去攤平 那你就算你生技股你套助了 你想要翻本的 兩百萬短線帶你操作一檔 宇哥專人帶你 我跟各位講 我們現在不跟股票談戀愛 也沒有天長地久的這回事情 我現在認真跟各位講 因為你指數來到一萬三千點了 你外資進去拉台積電 拉聯發科聯電 這也不是辦法 生技股籌碼面已經混亂了 好不好 很多散戶是套在生技股上面的 我再強調一次 因為很多國內的散戶 新開戶的 他們套助生技股 所以籌碼面上面是很亂的 電子股其實 一半一半 所以我說短線操作 你生技股套助的 兩百萬 短線操作短線短線操作一檔 宇哥專人帶你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抢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商業台 T一萬個 大使運動 鎖定非凡商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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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大利 鎖定非凡商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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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重点是 因为很多投资人 他们是套在生计股上面的 当然电子股也是有 不过电子股因为 层面比较广 所以有人可能套 被动员间 有人可能套细菌员 这个 anyway 可是生计族群是我看到 因为生计是 三年不开张 开张是三年 很多股票 它涨了五倍八倍 甚至十倍的股票 我告诉各位 后面来的人绝对不会帮这些股票 去抬轿 你想想看 你是金主 你是有钱人 你资金是上亿的 你怎么可能还是去买那种 已经涨十倍的股票 对不对 国光生 未来是重点 我从来没有轻忽 新冠肺炎 所以我不是对口罩股 有意见 我是对它涨多 有意见 各位懂意思吗 国光生 在这里 相对 它是国家疫苗队 而且它没有涨多 我觉得你未来做生计股 这个是绝对有机会的 你不要看今天下跌 那另外 我们再强调检测试剂 检测试剂好不好 台康生 6589台康生 未来要不要全面普筛 我不知道 阿忠哥说的算 机场要不要全面普筛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很多国家 他把筛检 已经是怎么样 做到类普筛 你懂意思吗 这为什么美国的 确诊人数一直往上跑 因为他们普筛做得越多 抓到的确诊人数越多 那你说那我们台湾没有 我告诉各位 台湾没有 当然第一个是锁国锁得好 防疫做得棒 还有一点什么 无症状的 你没有筛检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 所以检测试剂 才是真正的照妖镜 才是真正 受惠新冠疫情 业绩会大好的 口罩 我告诉各位口罩绝对不缺 我们再强调一次 那电子股的部分 来这档股票 另外一档PS5供应链 昨天跳空方式突破 被当冲了今天压下来 短线买点到了 短线买点到了 你如果升级股套住了 这档股票 我带你来做 好不好 宇哥专人通知你 我专人通知你 想要 也不要讲翻本 讲翻本难听 我们又不是赌徒 对不对 可是你升级股 你套住了 你总要有一档股票 来帮你赚回来吧 不是买一堆股票 或是买一些涨停板 你不敢买的股票 你不敢买的股票 我坦白来讲 有些股票你不敢买 你也买不到 那你怎么可能赚得到呢 是不是 像我讲这个育态一样 我跟你讲 在这里 我说这个育态 有没有 有人不敢买 对不对 但是就给你收最高 对不对 明天突破就有人敢买了 那你敢买 说不定短线高点出来 是不是 那我要讲的事情就是 我带你做功课 做功课带你 差点露出来 来 这档股票 Amazon的供应链 Google的供应链 华为的供应链 好不好 Sony也是它的客户 所以压回这档股票 我这样讲 你应该可以放心了嘛 对不对 那半导体的部分 像星云 有没有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 压回去修正月线的正乖离 有没有 我们这样讲过 今天是不是收最高 对不对 有修正是好事嘛 有修正是好事嘛 是不是 来 三四一三的金顶 宇哥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有压回修正是好事嘛 看财报 超越去年上半年嘛 今天有没有收最高吗 你自己讲嘛 是不是 我都讲在前面 接下来你要注意红素 不信你明天等着看 现在你要注意红素 那有些股票就 就像我跟各位讲的嘛 我会专人代理嘛 检测试剂 台康生 对不对 两天两只涨停板 还有哪些检测试剂可以买 我请问各位 检测试剂蛮多的哦 还有哪些检测试剂可以买 升级股的部分 对不对 这档股票 整理完 大量上去 压回 买点浮现 好不好 买点浮现 其实股票就是这样子嘛 你锁定一档股票 压住这一只 不要多 因为很多的投资人 我知道你们套住 升级股票 而且都是打电话去 人家报给你 买什么升级股 升级股 升级股 我说对 可是三个月前 你为什么不去买 为什么 一个月前 不去买 结果 一个礼拜前 去买 所以 升级 不是不好 重点是 你可能买错 时间了 所以你升级 套住的 你想要一档股票 把它赚回来的 宇哥 专人带你 200万 短线操作一档 200万 做一档 今天5% 明天5% 那就是10% 我们不要求 要去追涨停板 很多人知道 追涨停板的 追完之后 隔天上去 我们是稳健 你今天如果能赚5% 明天再赚5% 那就是一根 涨停板 就是10% 那200万的10% 就是20万 短线操作一档 把你的资金集中 认同宇哥的 专人带你 用200万 短线操作一档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互付当支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显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